胖胖虎 快来订阅吧 大家好 妈妈说今天有个小宝宝要来和我们一起玩 我们好期待啊 鲨鱼宝宝 威廉 邻居家的宝宝来了 妈妈要去做一个蛋糕给大家吃 你们可以帮忙照顾宝宝鲨吗 当然可以 那我先去做蛋糕了 宝宝鲨就交给你们了 没问题 交给我们吧 嗨 宝宝鲨 你想跟我们一起搭积木吗 宝宝鲨 别哭别哭 我们该怎么办呢 宝宝鲨应该是肚子饿了 朋友们 我们一起给宝宝鲨泡牛奶吧 没问题 我们开始泡牛奶吧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奶瓶 接下来奶瓶中需要加入一些水 嗯 这里有三个水瓶 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 牛奶 果汁 还是温水呢 要选温水 威远 水要倒到这个刻度 小心不要倒扫哦 哇 温水倒好了 下一个步骤是 加奶粉 嗯 要加几勺呢 要加三勺 下一个步骤是 我知道 要拧上瓶盖 最后 咬一咬 让奶粉充分融化 奶粉泡好喽 太棒了 朋友们 宝宝鲨很高兴 不哭了 小汽车 嘟嘟嘟嘟嘟嘟 小汽车 嘟嘟嘟嘟嘟 哦 好臭啊 宝宝鲨拉臭臭了 朋友们 宝宝鲨呢 怎么不见了 我们一起去客厅找宝宝鲨吧 朋友们 你们有看到宝宝鲨吗 哦 这是谁的尾巴 宝宝鲨 我们找到你了 哦 是妈妈 鲨鱼宝宝 威廉 怎么了 和宝宝鲨玩得还好吗 我们玩得非常好 那太好了 妈妈继续去做蛋糕咯 再一会儿就可以吃好吃的蛋糕了 哦 还好没有被妈妈发现 宝宝鲨不见了 嗯 哦 哇 我们找到宝宝鲨了 宝宝鲨 我想你应该要换纸尿裤了 首先 脏了的纸尿裤要折叠起来 丢进垃圾桶 接下来 用湿巾把屁股擦干净 下一步 帮宝宝鲨涂上护臀膏 最后一步 给宝宝鲨换上新的纸尿裤咯 我们完成了 耶 哈哈 哈哈 宝宝鲨看起来有点累 午睡时间到了 哦 不 我们该怎么办 朋友们 我们一起哄宝宝鲨睡觉吧 挂上音乐床铃 播一首摇篮曲给宝宝鲨听吧 下一个是 手电筒 看来宝宝鲨不喜欢这个手电筒 啊哈 宝宝鲨 奶嘴给你 别哭了 还有小狗娃娃陪你一起睡吧 最后 威廉 我们一起摇一摇婴儿床吧 好的 吃蛋糕了 哦 少女宝宝 威廉 你们做的真棒 你们是最棒的小保姆 朋友们 今天妈妈要和邻居阿姨出去买东西 让我们来一起照顾宝宝沙吧 我们一起玩吧 宝宝沙 你是不是饿了呀 朋友们 该怎么照顾肚子饿的宝宝沙呢 啊哈 和我一起变成小厨师 给宝宝沙做好吃的食物吧 应该给宝宝沙做什么好吃的呢 爆米花 那面包呢 苹果泥怎么样 你想吃苹果泥呀 没问题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制作美味的苹果泥给宝宝沙吧 让我们准备一个好吃的苹果 现在一起给苹果削皮吧 接下来把苹果切成小块 最后放入搅拌机中 最后放入搅拌机中 我们一起吃苹果泥吧 让我们一起找找看 偷吃饼干的人藏到了哪里呢 是藏在了床那里吗 是一个恐龙玩偶 那是藏在书架后面吗 逃跑了 站住 又逃到哪里去了呢 躲在柜子里了吗 是一个玩具 在窗帘后面 抓到小偷了 你快出来 我不是小偷 我是威廉 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饼干 手上还拿了一块 我的肚子好饿 看到饼干就忍不住拿走吃了 威廉 你要先征得别人的同意 才可以吃别人的东西 好 我明白了 宝宝沙 给你吃饼干吧 不好 哎呀 婴儿车的轮子坏了 我们怎么办呢 和我变成修理工 一起帮助宝宝沙 把婴儿车修好吧 我们给婴儿车装上新的轮子吧 选哪个轮子呢 试一试方形轮子吧 看来不能用方形的轮子 方形的轮子不可以滚动呢 我知道了 要选圆形的轮子 太棒了 婴儿车修好了 鲨鱼宝宝 我们回来了 鲨鱼宝宝 谢谢你帮我照顾宝宝沙 我可是最棒的超级小宝木 玩了一天 我们也该回家休息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鲨鱼妈妈 鲨鱼宝宝 我们的邻居需要我们帮忙照顾一下宝宝沙 今天宝宝沙就和我们一起逛海底集市吧 哇 太好了 宝宝沙 你好啊 听说这个集市里面有各种玩具和美食呢 宝宝沙 我们快进去吧 哇 快看 那边有好玩的玩具 哇 鲨鱼宝宝和宝宝沙不见了 两个小朋友跑到哪里去了 快去找找找看吧 哇 爸爸妈妈 你们看 爸爸 妈妈 啊 爸爸妈妈怎么不见了 爸爸 妈妈 朋友们 我和宝宝沙走丢了 宝宝沙 宝宝沙 别哭了 朋友们 现在该怎么办呢 怎么样才能让宝宝沙不哭呢 是剑鱼 它可以帮忙吗 别哭了 我这有一根棒棒糖 我还有好多糖果呢 快跟我来吧 不可以 爸爸妈妈说 不可以吃陌生人的食物 快走开 是电蛮 它可以帮忙吗 小朋友们 别哭 我是电蛮 你们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我认识它们 我知道它们在哪 我带你们去找它们吧 快走开 我们不会和你走的 爸爸妈妈说了 不可以随便跟陌生人走 是章鱼 它可以帮忙吗 朋友们 你们好啊 小宝宝怎么哭了 看我的 可爱的气球送给你吧 哇 谢谢你 张艺先生 找不到爸爸妈妈了吗 你们可以去走失儿童服务中心那里看看 谢谢您 我们要赶快去找爸爸妈妈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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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在哪里呢 他们是吗 哦 不 这不是 宝宝莎 这是琪琪的爸爸妈妈 那是他们吗 宝宝莎 这是我好朋友雷恩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他们呢 看起来非常像 宝宝莎 他们一定是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你好啊 上鱼宝宝 啊 哦 原来是表哥表姐 你们怎么在这里 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找不到他们了 不要着急 我们想一想谁可以帮助我们吧 是医生吗 不不不 生病的时候才看医生 是消防员吗 也不是 消防员是扑灭大火的 是保安 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 啊 我是蓝金保安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小朋友们 你们怎么了 蓝金先生 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找不到他们了 小朋友们 请不要着急 我来帮你们找 鲨鱼爸爸 鲨鱼妈妈 鲨鱼宝宝和宝宝莎 在服务中心等你们 听见广播后 请速到服务中心 哦 他们在服务中心 我们快去找他们 鲨鱼宝宝 宝宝杀 爸爸 妈妈 太好了 你们都平安无事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鲨鱼宝宝 下次可不能再乱跑了 太危险了 出去玩的时候 一定要跟紧爸爸妈妈 拉紧大人的手 嗯嗯 我知道了 妈妈 谢谢你 蓝金先生 哈哈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哦 宝宝杀肚子叫了 你一定是饿了 来 宝宝杀 喝奶吧 蓝金先生 我们要继续游玩了 鲨鱼宝宝 要注意安全哦 拜拜 我会注意的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今天爸爸要带我去玩具店 我好期待呀 鲨鱼宝宝 今天宝宝杀 要和我们一起去玩具店 太好了 宝宝杀 我们又见面了 上车吧 孩子们 好的 爸爸 吃饿orit Mutak 我这个 whistle 喻喻喻喻嘛 系上安全带 物质 出发 羊Q 天的 孩子们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宝宝鲨,快别哭了。 爸爸,我该怎么办? 宝宝鲨可能是吓到了。 鲨鱼宝宝,你看看车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给宝宝鲨玩。 好的,爸爸。 朋友们,这里有一个奶瓶,一个望远镜和一片纸尿裤。 你们觉得宝宝鲨会喜欢玩什么呢? 是望远镜吗? 啊哈,我用望远镜来看一看。 这是谁的尾巴呀? 这是谁的手呀? 哇,原来是宝宝鲨呀! 宝宝鲨,你想试试吗? 给你,宝宝鲨。 宝宝鲨,拿好窝远镜,快看看窗外有什么吧。 宝宝鲨,你有看到窗外的好朋友吗? 哦,宝宝鲨,你看见哪位好朋友呢?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宝鲨看到了哪位好朋友呢? 看到绿色的尾巴,还有绿色的身体,是谁藏在海草中呢? 它是谁呢? 是威廉吗? 是雷恩吗? 还是琪琪呢? 答对了,就是琪琪! 是不是很好玩呀? 宝宝宝鲨,我们继续拥望眼镜看窗外吧! 宝宝鲨,这次你看到谁啦? 宝宝鲨,你看到什么啦?怎么哭啦? 爸爸,宝宝鲨又开始哭啦,我该怎么办? 鲨鱼宝宝,别着急,开动脑筋想一想,车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让我想一想,朋友们,你们觉得宝宝鲨会喜欢哪个玩具呢? 是惊喜蛋吗? 宝宝鲨是不是很好奇惊喜蛋里面有什么呢? 哈哈哈,小朋友,我们该如何打开惊喜蛋呢? 啊哈,我知道了,要上下摇晃! 哇,惊喜蛋要打开啦! 这个给你玩,宝宝鲨! 宝宝鲨,你别哭啦,我们玩点别的吧! 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次要选哪个玩具呢? 试试方向盘玩具怎么样呢? 宝宝鲨,我们一起开车吧! 我先来,出发! 真好玩,轮到你啦,宝宝鲨!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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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一路玩着各种游戏。 宝宝鲨,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啊? ?" 孩子们,玩具店到了! 宝宝鲨,我们到了! 太棒了! 啊啧! 啊啧! 鲨鱼宝宝 今天邻居阿姨有点忙 你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宝宝鲨吗 当然可以 没问题 嗨 宝宝鲨 好可爱的小宝宝啊 今天由我来陪你玩吧 啊 我们来往小车吧 宝宝鲨 你是不是感冒了 嗯 有点流鼻涕 该怎么办呢 咦 用贝壳夹子吗 用贝壳夹住宝宝鲨的鼻子 鼻涕就不会再流出来了 宝宝鲨 我们试一试吧 不好 用贝壳夹住鼻子的话会无法呼吸 宝宝鲨 对不起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 嗯 我们试一下窗口贴 啊 窗口贴不能擦鼻涕 啊哈 对了 应该用柔软的手帕帮宝宝鲨擦鼻涕 轻轻的 轻轻的 擦一擦左边 再擦一擦右边 擦好了 嗯 可宝宝鲨怎么看起来精神还是不太好 脸也还是红红的 我该怎么照顾它呢 想不出来 对了 去问问爸爸吧 爸爸 爸爸 怎么了 鲨鱼宝宝 宝宝鲨刚才流了鼻涕 脸热热的 红红的 好像是感冒了 嗯 宝宝鲨应该是发烧了 先给它量一下体温吧 哎呀 宝宝鲨真的发烧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先帮宝宝鲨降温吧 鲨鱼宝宝 应该选择什么呢 嗯 是窗口贴吗 不是哦 窗口贴是受伤的时候贴在伤口上的 那 是退热贴 没错 敷上退热贴可以退热降温 位置不对哦 你回想一下 你发烧的时候 鲨鱼妈妈把退热贴贴到了哪里 嗯 啊 我知道了 要贴在头上 哇 宝宝鲨退伤了 太好了 宝宝鲨现在好多了 要好好照顾宝鲨哦 我去打扫院子去了 好的 爸爸 嘿嘿 宝宝鲨 我给你唱首歌吧 鲨鱼宝宝鲨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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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鲨开始咳嗦了 咳嗦时 该怎么办呢 我们去找妈妈帮忙吧 妈妈妈妈 宝宝鲨刚才发烧了 我和爸爸用退热贴帮她降了温 可是她开始咳嗦了 该怎么办呀 嗯 呢 应该是感冒导致的 我们给宝宝沙喝一些治疗咳嗽的药水吧 好 这是医生的处方单 鲨鱼宝宝 你知道我们应该给宝宝沙喝哪一瓶药水吗 让我看一看 我知道了 是橙色药水 鲨鱼宝宝 你可以帮忙把药水倒进药瓶中吗 好 我可以 再把药水摇匀 完成 快去给宝宝沙喝药吧 宝宝沙 吃完药就不咳嗽咯 张大嘴来吃药哦 宝宝沙不想吃药 这可怎么办呢 我又一个好主意 用果汁杯 把药水 把药水装进彩色的果汁杯中 说不定宝宝沙就愿意喝了呢 宝宝沙 你想不想喝装在果汁杯里面的药水呢 果汁杯酒 果汁碩水来咯 果汁碩水来咯 哇 太棒了 宝宝沙终于吃药了 宝宝沙喝了药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汽车飞起来咯 哇 宝宝纱看起来好多了 鲨鱼宝宝 你把宝宝纱照顾得很好 真棒 那当然啦 我可是最棒的超级小保姆 鲨鱼宝宝 宝宝纱的爸爸妈妈有事不在家 所以今天晚上需要我们帮忙照顾宝宝纱 我们让宝宝纱今晚睡个好觉吧 好的 宝宝纱我们一起睡觉吧 晚安 孩子们 做个好梦 宝宝纱 你怎么了 不要哭 赶紧睡觉吧 妈妈 宝宝纱哭了 我们该怎么办 鲨鱼宝宝 我们一起唱歌给宝宝纱听 让宝宝纱快点入睡 怎么样 哇 真是个好主意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宝宝纱喜欢听什么音乐呢 妈妈 我想选这颗闪闪发光的球 好啊 来一段动感音乐 看来宝宝纱不喜欢动感音乐 妈妈 我们试试其他类型的音乐吧 好的 这是一把电吉他 他会弹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 来一段摇滚音乐吧 鲨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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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鲨� 好吧,它会播出什么音乐呢? 是摇篮曲,妈妈,这次我来唱吧。 晚安。 晚安,孩子们。 宝宝莎,不要哭,赶紧睡觉吧。 爸爸,宝宝莎不好好睡觉,我们该怎么办? 哇,这里有好多不同的东西。 这些东西能让宝宝莎好好睡觉吗? 让我看看都有些什么。 有吸尘器,水龙头,还有吹风机。 我知道吹风机的声音可以让宝宝入睡。 我们来试一试吧。 让白噪音来哄宝宝入睡吧。 吹风机的开关在这儿,我们试一试往上推。 对不起,对不起,声音好像太大了。 爸爸,换我来试一试,我们一起把开关往下推吧。 晚安,孩子们。 宝宝宝莎又哭了,爸爸,妈妈。 宝宝莎睡不着,我们该怎么办? 让我想一想,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安抚宝宝莎呢? 有了,我想起来了。 鲨鱼宝宝小的时候,半夜哭闹,鲨鱼爸爸把他放在婴儿车里。 然后推着他到屋外散散步,鲨鱼宝宝就睡着了。 我知道了,让我推着宝宝莎出去散步吧。 我们出发吧。 好的,我们走吧。 看来小宝宝真的累坏了。 我也是。 哇。 鲨鱼宝宝 是 cm吒yz的意思吗? 鲨鱼 fr根